听着摇滚音乐在微风吹来的碧莎游艇港旁 喝着冰凉的饮料 享受浪漫风情的夏季 这是2022基隆朝近海湾节 在碧莎渔港热闹举办 一连八个小时不断电的独立乐团开唱 再加上四十摊在地美食和文创市集摊位 就是要让大小朋友在暑假的尾端 热力摇滚甩开烦恼 我们已经举办了第五年 那每一年都是非常的热闹 包括这个帆船的一个比赛 还有相关的一个市集 还有音乐会 每一年都是这个夏天里面最潮的一个活动 那今年也不例外 所以看到有四十个摊位 还有热门音乐的一个演出 精彩可奇 那因为前几年我们因为疫情的关系 每年所举办的台流杯的帆船比赛 那没有办法办理 不过今年呢 我们因为疫情趋缓 而且我们要朝向国门的一个重新开启 这个我们今年是举办了这个落岛的一个比赛 那我想这个可以先做一个暖身 那这个来年整个疫情趋缓 然后这个整个正常化之后 我想我们就可以重新来举办相关更大型的一个活动 中午开始的朝近海湾节 一开始却是因为大太阳热力四射 游客们都在阴凉处躲太阳 随着云层变多变厚 大小朋友逐渐涌入碧沙鱼港 听音乐 吃美食 喝冷饮 市长林佑昌也在惨发处等相关局处首长陪同下 逐一问候各个摊位所贩卖的饮料美食 和文创物品 并且和摊商们合照协助行销推广 而被媒体问到机动市依旧面临缺水的问题时 市长除了呼吁大家节约用水之外 也期盼老天爷帮忙天降甘霖下在集水区 才能有效解决缺水的问题 基本上都维持正常的一个供水 不过还是希望老天能够下雨 才能够彻底的解决缺水的一个问题 那好消息是下个礼拜 据气象的一个报道 第一波的这个东北季风的封面将会来临 我们希望能够真正的下一些 雨是比较大的一些雨 而且更重要的是要下在集水区 那我想我们的水患的一个问题 这个缺水的一个问题 就可以得到一些舒缓 市长在问候摊商时 一度飘下极细微的雨丝 市长连忙冲出来瞧瞧 希望老天爷可以下大一点的雨 疏解水荒 下一个 下一个 有啊 有飘里了 有飘里了 太容易了 太容易了 除了水非常重要之外 电力也同样重要 因此在帮忙各个摊位行销推广之外 市长也特地到台电基隆区营业处 在现场开设的节电摊位 和基隆台电高层们一起踩动力发电的脚踏车 用力发电 最主要的目的同样在呼吁民众 共同节约用电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谢谢 谢谢 拜拜 谢谢